什麼三養雞的辣炒麵 好辣 一整包 哈囉 大家好 我是Nabi 那今天呢 我找了我好朋友 他叫 木子晴 然後我們要一起來挑戰 韓國第二辣的泡麵 他叫做 什麼三養雞的辣炒麵 那這是我第二次 嘗試 因為之前拍的大部分都失焦了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看 我們吃辣炒麵 以後的醜態的話 請你一定要繼續看這影片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來吧 OMG 整包夾下去了 我們已經煮好這個辣炒麵了 這次煮法比較照著他們的規則去煮 這就是我們煮好的辣炒麵 那現在我們要來試吃看看 對 那總結呢 我要把上面的芝麻地攪拼 而且其實距離我們煮完 已經大概有好幾分鐘 十分鐘了 所以不知道會不會更辣 我們準備了非常非常多的飲料 有水啊 綠茶啊 可樂還有牛奶 所以 還有最重要的 對 還有衛生紙 所以呢 好 那我先來試吃 第一口 我剛剛在煮的時候 那味道真的是 目前感覺 還好 有點甜甜 但是辣度 我還可以接受 你要試吃 你能接受 嗯 我們是加整包 大口 然後這是他吃的第三次的 第一次他是加 好辣 一整包 然後第二次 他是加起司跟牛奶 他說吃起來像義大利肉醬麵 那這第三次就是 好 然後我現在要再試第二次 我覺得辣度還可以接受 沒有 因為他恐怖的事 我覺得 他那個辣是厚勁 對 好 但是我已經有在出汗 而且我現在冷氣調到26度 大風 我也在流汗 還好我們是兩個人吃一包 欸 我真的覺得我可以接受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也是覺得 不會太辣 就是 是可以接受發 但是是你會冒汗什麼的 但不至於到嘴巴很腫會流眼淚這樣子 嗯 我覺得是因為你有照著他上面的那個煮髮 而且我覺得他上面的煮髮真的也太精確了 他說什麼要 你要留八湯匙的水 對 嗯 我覺得這個水有稀釋他的辣度蠻多的 你說跟你第一次吃的不一樣 對 因為我第一次吃是直接把麵撈出來 然後就整包加進去拌了 跟一般的拌麵一樣 所以這個也會更辣 你看看他有什麼其他喜歡什麼 辣年糕 嗯 對 但我是蠻能吃辣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這個不能吃辣的人 應該會覺得很辣 不能吃辣的人為什麼要買辣的麵包 回家虐待自己 噢 我的胃 欸我流汗了 我這邊都流汗 我把它擦掉欸 現在呢 我這裡面有一點點的牛奶 那我來加加看 但其實真的蠻好吃的 我們家貓咪 我們家貓咪 我聽得出來也在旁邊 小小真的 有點像奶油麵的感覺 對就是像義大利麵很像義大利麵 有那個肉醬味道還是 而且不吃明太子的應該會覺得這樣很像明太子吧 還蠻好吃的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加牛奶很好吃 然後加起司會把麵變得更稠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加牛奶 然後最後再放起司在上面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吃的時候也是蠻平和的 你蠻平和的 但是就是 你就是會在旁邊稍微這樣 對 辣炒麵呢是一個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嘗試看看 然後呢 這一次 因為我本來去大賣場只想說買一包就好了 我不想再 沒事應該就不會煮這個泡麵來吃 但是因為我去那個大賣場 他沒有賣單包的 所以我現在還有剩 四包 所以呢我會在 我會在那個 粉絲團 我會把它送出去 所以前四個如果你想要得到 你就可以在 粉絲團的這個 等一下 我嘴唇有點辣 就是粉絲團的那個影片 貼文下面 你就留言 那我就會把這前四包送給你們 你們可以 回家去吃吃看 就是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 辣 辣炒麵挑戰囉 那因為這次是跟 Eva Sammy Janie 合作 所以我相信大家已經看過他們的照 看過他們的影片了 但是我還是會把他們的 這個影片呢 放在上面的 i鍵 資訊卡 跟下面的資訊欄 那他們的 社群平台啊 YouTube頻道等等的網址 也都會打在下面 所以大家 他們拍影片都拍得很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 關注他們 去支持他們 那就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囉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個影片